小客車左轉沒減速 還越開越快衝向斑馬線上的行人 用戶是沒注意直接把路人撞飛 類似意外層出不窮 北市祭出新招 這裡是建國北路三段和農安街口 您可以看到斑馬線的兩旁 多了黃色的標記 就是要提醒駕駛人注意路人 減速慢行 目前在重慶北路 新生北路 忠孝東路等 五路口試辦白黃標線 但就算有標線 看看行人穿越斑馬線 機車還是硬從人群中穿過 差點就撞上富人 有這個黃線大致上沒有人知道吧 而且它的意思是什麼也沒有人知道 其實過去北市曾試辦像是 這一種3D立體的行人穿越線 但是彩色標線的面積大 車子容易打滑 加上要從特定角度去看 才會有立體效果 目前塗銷改試辦白黃標線六個月 如果效果好將會提爆交通部修法 未來全台都可能實施 另外還有心智得要注意 如果你是要搭乘像是542 這類運量低的公車 從7月1號開始得先用APP預約 打開預約公車的APP選好班次 接著是搭乘日期和時間 包含54212點的班次 小2 6 小14特定班次 最晚兩小時前得預約 由預約公車才會發車 爽約三次還會停止預約一個月 心智勝路考驗民眾接受度 記者 張大鵬 陳靜 台北 蔡芳報道